红海董事长郭才铭 松口考虑参选2020总统大选 中华大学讲座教授杜子诚认为 郭董应该是确定出来选了 他分析说郭董有三大优势 可击退各党派杂音而出现 首先是他和美国总统川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有打过交道 拿起电话来就能沟通 可做到马英九猜英文都做不到的事 第二优势是郭董具企业管理背景 经济财政等理念 优于法政专家 商人从政在欧美日比比皆是 第三是郭董的威望足够 可以驾驭国民党内各方势力 杜子诚说国民党高层 辈分比吴敦义高的人 希望郭董一定要出马 因为他们不放心韩国瑜 虽然我是在台湾生了 做一个外省的子弟 要在台湾要赢的选举 非常非常困难 要在赢了要把它做好 也是非常困难 更何况现在大家都不讲是非 再讲颜色 杜志诚也说 郭董绝不会放弃中华民国 因鸿海扮尾牙 二十多年来都唱国歌 四年前国民党党产遭冻结 还是由郭妈妈初永珍 借洪秀柱八千万发党工薪水 国民党最惨的时刻 只有郭台铭 东新闻综合报导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